反正如果说就是2022年1月到现在没看过病的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 然后及时帮老人查一下医保就是6块钱大病那个钱有没有签费 Hello大家好我是晨晨 视频的开头欢迎大家订阅关注点赞点亮订阅的小铃铛 今天是啥话题呢 紧急提醒一下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 看一下家里老人的那个医保卡到底是统筹能不能用 当然是这两年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没看过病的老人啊 如果看过病的你们会及时发现怎么回事 然后这两天我妈去诊所看病 看病呢然后结算的时候一看 这个卡说统筹用不了 老人当时懵了 完了给我打电话 我就往医保局打电话 医保局呢说这个系统不好使 造成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是医保退休的啊 说每个月扣6块钱大病 就有可能是这6块钱没扣某一个月啊 完了那系统还不好使 我就从周四打电话 周五打电话一直等 终于到周五即将下班 即将下班4点20的时候 4点半马上就下班了 我终于打通了这个电话 这系统好使啊 查到老人是2022年1月份 这个6块钱没扣 因为老人退休的老人都有一个存折 这个存折里就是每个月扣6块 然后你的余额够 但是当时它的余额是100多 大家请看图 2021年12月扣了 2022年的2月扣了 就1月份没扣 然后现在导致2023年11月年末的时候 想用医保卡上医院看病 想用捅筹这个三千多钱 用不了 尴尬不 今天一早上周六啊 老人就去哈尔滨银行 去补交这个欠费去 说我这个存折里余额够啊 咋没扣呢 那没扣 我现在医保用不了 然后哈尔滨银行呢 今天是25号吧 还赶上结算呢 结算说不收欠费 网上也办不了 现在怎么办 说最快能周一 周一才能办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 得周三 那周三 真的 我说实话 我捏了一把汗 幸好从2022年 那口罩期间到现在 我家老人没病呢 这现在是没什么大病 要是真是万一有一个疾病 上医院住院了 医保卡不好使 统筹用不了 你得先去解锁 那先去交那个欠费 查来查去 2023年没欠 是2022年1月欠的 而且还有网友反映 他家老人也有这种情况 那个诊所呢也说 也有其他的那个老人 会出现这种情况 反正如果说就是2022年1月 到现在没看过病的 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 然后及时帮老人查一下 医保就是6块钱 大病那个钱 有没有欠费的 他们都有个存折 如果说这期间住过院的 或者是看过病的 用过统筹的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今天的视频就是想 及时提醒一下大家 这年底了 很多老人说 我这个统筹没用了 3000块钱没用了 没准上医院看病了 因为还剩一个月就到年底了 今年的统筹 就是你不用也作废了 是不是 好吧 觉得我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朋友们点个赞 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 及时的提醒吧 反正我也没想到 能遇到这种事 好了 我这个欠费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搅上 不知道月底之前 能不能搅上 还行 不是什么急评 不耽误看病 好了 拜拜 朋友们点个赞再走 拜拜 拜拜